從這裡拍到這裡 陳女士用手指指的臉上疤痕 情緒激動 因為愛美去醫美診所做拉皮手術 想不到卻把自己醫醜了 她用手撥我這個臉龐 這樣一撥的話 真的那個法令紋就平了 她說做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陳女士術後發現 手術後法令紋沒有改善 找醫師理論 坦承沒有辦法達到預期效果 臉上還留下疤痕 氣得要求退回手術費18萬 醫生卻說只能退8萬 那無效退回 你到現在還沒有拿回多少錢 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到博生局去上訴 雙方達成協定後 陳女士卻拿不到退費 打電話給診所 對方回答 要等另一位醫師回來 之後必不見面 陳女士一查 發現當初替他動手術的醫師 早已經到其他地方職業 氣得找議員陳情 並向衛生局提告 我們辦公室 借到了兩件陳情案來看 它不單單是個個案 還有民眾到診所打玻尿酸 事後想找醫師 卻發現診所人去樓空 原本掛在三樓的招牌被拆下 樓層簡介用印有新診所的白紙 蓋住底下原本的名牌 醫師法上是 就是說醫師要到他職業的場所以外 去做醫療行為的話 那就是要 他有一個資源跟報備 這樣的一個程序 近兩年醫療糾紛 總共658件 其中醫美就占了54% 105年 北市醫美診所415家 就有73家 近兩層診所發生過糾紛 醫美問題多 民眾動刀前最好停看聽 免得留下遺憾 記者鄭仁宗周世平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